大家好, 我是Grace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西式甜品 這個檸檬吧有兩部分 有餅底和檸檬餡 我們首先說一下餅底 有牛油、砂糖和低筋麵粉 檸檬餡有檸檬、雞蛋、低筋麵粉和砂糖 我們先做餅底 首先做餅底要加牛油打滑 打滑完之後再加砂糖和攪拌 攪拌後再加低筋麵粉 但低筋麵粉先加一半 因為如果一次過加完 就會攪拌到四處都是 今天做檸檬吧 我用了低筋麵粉 平時做蛋糕或者像這些碗 就會用低筋麵粉 因為整體會鬆快些 如果做麵包的話 就用高筋麵粉 整體就會增加了 好了 我現在就轉了戴手套 因為你看到差不多攪拌均勻之後 好像有點滑滑的狀態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想要一個整體 就像Cookie一樣 我們現在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做餅底了 放進去 然後壓平就可以了 記得要壓緊一點 因為焗出來的時候才不會碎 然後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烤爐 然後放進去烤爐 烤170度去20分鐘 這樣就好 現在我們就做這個檸檬餡了 首先我們先處理檸檬 我們先用這個櫃子 把皮放進去 放進去 才會再像檸檬 好了 那每一次其實 你想掃走 這個檸檬 檸檬皮的時候 記得要向下 這樣才不會戒身自己 然後就拿檸檬汁 好了 打到這個淺黃色 就差不多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這個檸檬汁 和檸檬皮 最後就加一點低筋粉 讓整個混合就可以了 餅底焗到差不多的時候 在熱騰騰的時候 拿出來再倒這個檸檬的混合在上面 然後再放進去烤爐 保持170度的溫度 然後焗15至20分鐘 當你看到有布丁的狀態 就差不多完成了 今天我選了做這個檸檬汁 因為我覺得夏天 最重要找一些甜品 在開胃的 我覺得檸檬是非常開胃的 也是一個很簡單的甜品 希望大家喜歡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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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